山上沒有這麼寬的地方 你可以想像 山上隨時這個萬里一放 放釣魚就落下了 這是很重的 所以都在所有你要在一公尺 大概有一公尺的也沒有那麼平的地方 你只要 只要想辦法 正常的時候 我是這樣子放的 這樣 更平的還是不正常的 這樣很不一樣 整個豆腐正常是 平常在山上 是這樣子 是放這樣 這會撲比較久 刷不久 我們就是 超級的 鍍蕾而已 這樣子 這個是這樣 先放這樣子 還是 還是 真正我在山上的時候放的 啊 因為這是室內比較疲倦 啊 不會放這樣 所以我第一時間會這樣子 首先我這隻是要 這個 這條 我會手會 先放這裡 這手 這個 頭帶 確定 我人沾進去裡面的時候 這個是在上面 然後呢 我現在就可以沾進去了 就這樣子 先坐著 哇 坐著屁股 屁股就直接坐在地上 這樣子 進來了 啊 我確定這一個 還在上面 齁 這個頭帶啊 那這隻手就這樣子 是不是已經背好了 嗯 背好了嗎 齁 啊 啊 我不會讓這種東西這樣子 太危險了 因為在山上這樣子 你是人會被他拉下去 所以一定就是 永遠的保持這個姿勢 只有他兩隻腳是固定住 好 然後呢 這 然後這一個 這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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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撼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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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喔 換姿勢 這樣 沒有沒有 那個 就這樣子 一隻手 這隻手這樣 一隻手這樣 拉起來 拉起來 離開了 啊 完全離開地面了 齁 這樣 這個 再一次 撐一下 現在有兩個點了 一個點 兩個點 然後 轉過來 這樣 整個啊 這裡 這裡要放到地上了 這個 然後呢 這一個 可以往上拉 就 拉 順便站起來 行 這邊是這個樣子 啊我剛才有沒有離開一個 一公尺範圍 沒有齁 在山上可能會更狭窄一點 反正你就有辦法坐著 這樣就起來了 這樣就起來了 這樣 可以再調整一下 對啊 對啊 拉一下 如果勒 我用這個時 沒有頭帶的時候啊 那這種 那這種 登山背包還是有一個好的設計 你也可以把這個 扣起來 啊扣起來的時候 你就不要有這個 嗯 你太累了啦 你看看 那個 頭又被拉住 但是 你扣起來的時候 還是要有很多 很多用啊 累的時候 你肩膀三啊 拉一下啊 這樣子 所以呢 就是從早 齁 重訓啊 那我去健身吧 我這比重訓還要上去 這樣 就直接重訓到那個 那個浴山上面去 對啊 老師 我發現你的背包 不是登山包 是人群帶 對啊 啊 這個喔 業配 我廣告一下 對啊 對啊 以前是明文茶 對啊 比較正常 正確是明文茶 啊反正廠商都送我這個 這個腳架他也送我的 對啊 傑森你好偉大喔 來趕快樂配一下 哈哈 對啊